演艺圈明星 搞笑天分十足 而观众眼中光鲜亮丽的他们 在荧幕下也像普通人一样 三五好友相伴 过着简单快乐的小日子 花飞奖心 私下竟严格把关 好友恋爱对象 哪个女孩子好 哪个女孩子不好 是一眼就能看得出来的 在骨子里带的 就那劲儿 就是见人就是矫情嘛 所以我就看见那种吧 我就受不了 我就会说 这肯定不成 我们俩一定会分 三兄弟镜头前大胆爆料 兄弟情义 能否经得起考验 我白天不用拼 我就晚上上厕所 反正他们剧组的人都 有的人赔几次就不爱赔了 他无数次 被我扔到床 你看那有个床 就在床上 这是成功成功的 开心马花 好友大揭秘 是肝胆相照 还是最佳损药 是一个闷骚型 上来口就这么重 朋友结婚也是 说 你这记性太长了 我结婚的时候 结完婚了 你给我打电话 咱俩今天是不是有点什么事 本期超级访问 娱乐圈密友大聚会 看他们如何 鸡较爆料 展示明星光环下 不为人知的 真性情 奖心 七岁进入河南电视台 少儿艺术团 九岁开始参演电视剧 1996年 由他主演的电视剧 《坠子皇后》 在全国播出后 反响强烈 被誉为 河南同心 之后 奖心从河南省 艺术学校毕业 到北京发展 从大脚马皇后 再到张继中版 天龙八部 他用愈发纯属 精湛的演技 深受观众喜爱 2001年 他出演《甄嬛传》里 宠冠六宫的华飞 而大放异彩 那就赏下场 再一战红吧 就算用他的血 为了一个封印 体感变 如今的奖心 偏约不断 视野全面展开 这一路走来 他生活中的成功 少不了朋友的陪伴和见证 奖心的性格 单纯又直率 慢热 不按与陌生人接触的他 也一度让朋友误认为 很不好相处 罗威当时是14年前 《相见恨晚》的那一幕 给我们描述一下了 哪《相见恨晚》啊 我对他当时那个印象 我觉得 就是当时的印象 我当时在化妆间 我在化妆订妆 然后他就过来了 因为我之前先翻看了剧本 那个 他演的角色叫胖妞 我们那个化妆大姐就介绍 说这个 这是上海的演员 罗威 这个是我们河南省画的 小童星 奖心 然后我就说 你是演胖妞的吧 我说你好你好 她是这样的表情 她是 你好 我一看这很不友好啊 因为我们俩天天 得在一块拍戏啊 我说这什么情况呢 就特华菲那劲 特牛 现在想真的是华菲 很牛很牛 对 就华菲嘛 我就在想 这童星也不至于 牛成这样吧 后来我俩就 慢慢慢慢熟悉了 他也就不端着了 我就说 我说你为什么一开始 对我那么不友好 他说我就在想 你也不是什么大腕 你也没什么名 你为什么就带个助理呢 我真的看不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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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年轻人又不是 你说你 又不缺胳膊少腿的 你也不是什么太大的味 带什么助理啊 16岁就这么愤青啊 我一直这样 我当时特别老实 我给他一顿解释 解释完了以后说 这个解释还可以 你该行吧 学的学的学的学 我现在觉得挺尖酸刻薄的 我怎么会这个 我怎么会这个 十南是19年 当时在什么地方建的 19年 在河南 在河南省艺术学校 对 对 当时 对 因为他在我们河南那会儿 我们刚进校的时候 大家就传说 咱们班有一个 就在河南省总演电视剧的 一个小女孩考进来了 甚至后来我跟我舅舅聊 我舅舅说 说你们班一个女孩 跟我在一块演过戏 演过好几个戏呢 后来一说是谁 他说 哦 原来是蒋欣 完了以后 然后我就见了蒋欣 我就 因为那种男孩和女孩 还比较青涩 晚上比96年 所以我就想 怎么样套进关系呢 我一见 我说小表妹 他说你喊谁小表妹呢 我说你呀 然后完了以后 他说蒋欣说 哼 我说你不用哼 完了我就把我舅舅 就说出来给他听 立马我就觉得 那会儿的小孩 就那种 就是他那种天性 他发脾气也好 他撒娇也好 或者他哪种性格也好 就转变的都是 特别特别快的 就我一说完 我舅舅的名字 他说 我认识 我认识 就立马就感觉 好之前的事都没发生过 没有过度是吧 对 没有过度 真会套词 若薇 那听说你们还有一个 共同的爱好 就是唱歌 去KTV的机会多吗 我们俩曾经一天 全部待在田柜 因为我是早上五点钟到 然后我是第二天 凌晨吧 是几点的火车 还要继续回到座里拍戏 所以没地方去 我们就先 一大早凌晨 没有地方开门 咱们就去田柜吧 好 去田柜 去到田柜待了 在田柜吃了个早饭 对 然后吃完早饭以后 就唱了一会儿歌 大概到中午的时候 咱们出去吃饭去吧 然后去吃饭 吃完饭以后 去哪里啊 要么还去 要么还回田柜吧 这是她的主意 要么还回 我们就又回去了 唱到几点呢 唱到吃晚饭 完了就出去吃个晚饭 然后吃完晚饭说去哪啊 想想还是田柜吧 然后又回田柜了 奖金属于点凭的 初到早成明晚的例子 直到甄嬛传出现 才真正进入事业的转折点 奖金虽然一直对名利看得很淡 并不代表她在专业上 没有自己的坚持和原则 在拍戏过程中 为了追求更好的画面效果 奖金常常坚持亲身上阵 挑战了不少高难度动作 如此薄命 使她在拍摄过程中 大伤小伤不断 因此奖金拼命三娘称号 也在剧组中流传开来 她是拼命三郎 我是拼命三娘 因为我并不觉得 她特别的女人 记得我们在拍《征婚传》的时候 有一天她发烧很严重 然后拍了一条之后 答案就过了 过了之后 她觉得自己不满意想再拍 但是答案就说 可能事件没有了 所以她那天发着烧 到另外到外面去转玩的时候 回来之后含着眼泪 跟答案上也能再谈一遍 答案她一层的 这次反应状态不对 所以我就觉得 反正发挥不好 那次我们看着 答案在给她一支机会的时候 她真的演得特别好 她就不认为一个 对艺术方面要求 特别较张 特别求情的 你是怎么 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让自己总之 我可能是太爱演戏了 所以我不管是多小的角色 我都想让她 在尽可能的情况下 大放光彩 所以我希望能够 把每一个角色 都塑造得特别好 这方面还是蛮较真儿的 然后有的时候 较真儿较到 挺让人不可思议的 因为有一次 我记得这个事情 好像到最后 还有很多人误解我 我在拍一个戏叫《红槐花》 导演是雷献和 然后那个时候 我也是发着高烧的状态 我要拍我的出场戏 然后出场戏是直接 就特别激烈的那种 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 我发烧 我肯定是出不来这个效果 但是对于一个人物来讲 他的出场戏是多么的重要 所以我不想放弃这个机会 我跟导演说 我说导演能不能 能不能那个 回头单拍我这一片 全景我可以一块拍 因为牵扯到很多演员 我说能不能 全景的我来拍 我可以坚持 那能不能说 近景的时候 我们到时候找一个时间 我们借个位置 单拍单补 当时就不理解说 你既然全景都拍了 近景就拍吧 我说不行 我说我觉得不好 我不能影响到这个角色 我就坚持了 也是让别人觉得会 有点什么意思 这演员太不好合作了 有可能当时会有人 对我有些误解 然后我后来也听说了一些 就说 他可能 这意思怎么能这样 三五年级一家 就开始这么不好合作 但我真的是为了角色出发 我真的是不希望 哪个角色死在我这 所以也请当时 对我有误解的人 原谅我吧 那个我还小 我还年轻 有时候确实不太会说话 因为那时候 确实不太会说话 就有点直给的这种 所以有可能这种直给 会让很多人接受不了 那这性格是改不了的 就你现在说 你后背来怎样怎样 但真的遇到事 你还是会直给 从小 从我们认识到现在为止 他这个直 就像刚才俊哥说的 他其实是改不了的 我就记得有一次 我们08年 我回来这个圈 拍的第一个电视剧 有一天呢 就是我们大家一起 很多演员一起 坐在那个门口 那个就晚上收工了 门口吃那个 吃海鲜啊 吃什么的 然后组里的一个化妆师 就跟一个演员说说 你知道吗 现在组里人都说 你特别特别扣门 特别扣门 说啊 是吗 谁说的 谁说的 当然大家都觉得 这个事情很尴尬 都没有人敢提这个事 突然听到后面 哆哆哆 我还什么声音啊 一扭脸 他自己这样 嗡嗡嗡嗡 拍自个大胸口 你知道吗 其实根本就不是他说的 你知道吗 他大包大揽 就我干的 但我确实是这么认为的 那个演员什么反应 那个演员就这样 谁说的 我抠吗 我哪儿抠 然后他就说 他就说 你很抠 今天有一个朋友来投诉 说你还干涉到他的生活 让他很困扰 说话太直 要不要听一下 超级访问是来回我的吗 来来来 来听一下 在大家眼里呢 蒋青是一个性格直 说话直 办事也直的人 我同学 直到哪种程度 我是深有体会 我有次带一个女孩去见她 当时呢 有一帮朋友都在 我一进去 我冲着蒋青说 这会儿这是我女朋友 蒋青一看 蒋青就说 这女孩不适合你 当时我就 颜面扫地 最后的结果呢 大家不用说我 我不用说大家也知道 又过了一段时间 我又带了女孩 去见蒋青 蒋青看了第一眼 看了她说 这女孩不错 就如蒋青所愿 现在成了我的老婆 你当的那女孩说 对 当的那女孩说 你俩成不了 她这个还算是好听的 我们还有一个同学 我不说她的名字了 我们一起吃饭 记得吗 那个女孩 她带的女朋友进来 问蒋青说 蒋青 我这女朋友 怎么样 我不喜欢她 我们同学 我是真的 真是这样 为什么那女孩是怎么了 因为我身边的这些 男孩子朋友吧 都是特别老实 那种受欺负型的 所以我就特别担心 她们 因为大家都知道 女孩子看的女孩子 还是很准的 对对对 就我们的眼睛 还是很毒辣的 所以我特别知道 哪个女孩子好 哪个女孩子不好 是一眼就能看得出来的 她骨子里带的 就那劲儿 就是见人就是矫情嘛 对 所以我就看见那种吧 我就受不了 我就会说 这肯定不成 你们俩一定会分的 就这种 所以我觉得蒋欣 是一个直子交的朋友 但是我觉得娶了蒋欣 这个男人应该是个 很幸福的男人 也不一定 好吧 因为我属于 我有的时候都在说 我可能是有那种 边缘性人格分裂 对 就是我对自己身边 可能最亲的人 像对爸爸妈妈 然后就有的时候说话 都会 好话不会好说 就是那种 就挺气人的 都这样 就是稍微有一定距离 但是两个人的 就是情感中的两个人 你会故意的刻意的 瘦脸你的锋芒 然后装小女人吗 No 那就不是我了 她可能就享受这个 那你男的多惨了 我觉得 没必要改正 因为总有一半是适合你的 你可能 你是一个弧形 那么会有另外一个弧形 跟你一起组合成一个圆形 两个人一起滚世界 相比奖心的直爽性格 性格豪爽的洪剑涛 在娱乐圈也有 她的一票好友 不过 她周围可是 清一色的型男 你熟悉的他们 是这样的 我娘子很 温柔贤慧 性外慧珠 不会对我下如此毒手 我们有这样的战士 我坚信 抗战 毕生 沈小海 刘晓峰 是相识多年的校友 近十几年合作了多部 影视剧的拍摄 默契十足 硬汉角色 也是深入人心 因为工作的原因 洪剑涛与二位最佳损友结缘 建立了深厚的友情 生活中 形势风格 大打咧咧的他们 互相扶持 却从来不善表达 但评价起对方来 倒是绝不手软 毫不留情 这女子的亲友 这是无 是无吗 这说得真是 不是 建涛先说 我们组里有女演员 我们会经常 我们一共五个人 会经常结盟 比如说我们临时结盟 跟她一起打 我们结盟都是我跟小枫 或者我跟她 她从来不跟我们结盟 她都是跟女的结盟 反正她很负责 就是你为什么保护 那么爱 那个就是联香西域 我应该这个叫 跟妈妈感情比较好 这个叫重色 应该叫重色重有 因为我把色都当成朋友 是吧 是吧 什么是吧 什么就是吧 就是 其实我比较喜欢 有颜值的朋友 尤其是 你的 美女 美女嘛 那也一定 海哥比较联香西域 对 你知道吗 但是玉呢也分好多种 碰到车渠了 或者是白石头了 她不是很挑剔的 什么汉白玉什么都行 想一点好的 对吧 小伙子还有一仗义 仗义 仗义 确实挺仗义的 仗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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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我们学校 我认为是 最有钱的 第一个有汉险的 BB机的学生 对 以前走廊里 一传出这声音 我就知道海哥回来了 我就生活中有困难了 那时候就 都同学一看 都跟我的水平差不多 兜里 兜都比脸还干净 就找海哥借吧 我也策略了一下 我找 正好找一帮女孩陪着我 光海哥借钱 你们在边上配合一点 管用吗 你女孩在旁边 分都没打 先让那帮女孩围着海哥 正问点事 我就过来 海哥 对不起 我家里有点急事 借我2600块钱 行吗 没问题 都没看我 他甲金还在女孩身上呢 我当时就是太实惠了 我说应该多抽两张 他也不知道 你太坏了 你太有战略了 你太有战术了 海哥真的是 他的战术 收拾我一个来一个来的 你上学的时候 为什么那么有钱呢 我当时经常在夜总会 我跟徐峥两个人 跳双眼舞 双眼舞 哪个徐峥 真的徐峥 每天晚上能赚多少钱 去夜总会跳舞 我记得是当时一个模特队 表演都是名模 他们才拿1500块钱分 我是跳五分钟 拿三千 徐峥 你们跳的什么舞 徐峥拿两百 就是当年就叫现代舞 来一段 也喝两下嘛 好 各位观众 下面有请我们的上戏小鲜肉 为大家表演现代舞 好 欢迎来一段 他一段 我写在那一段 里面的上戏小鲜色 让你继续 我写在那边 他写在那边 我写在那边 你写在那边 我写在那边 我不写在那边 我写在那边 对 当时他们说我是首富 就首先富起来的 因为我还去拍挂历 拍MV 当时叫首富 现在叫土豪 拍什么雷射唱蝶 雷射唱MV 我告诉你 别吹 我们当年的首富在这里 当年很多明星都是摸着 他挣的五万块钱走到今天 对不对 我们多低调 胆小 这属于撕票 今天有外彩 我们来看一下 怕号了 怕蛇 为什么知道怕蛇呢 有一次1995年的时候 我们在云南的四毛拍 追之不足 住在一个山上 也被他脸里 传说那个山上有两只蟒蛇 一只公子一只母的 那公子被雷给劈了 劈死了 后来生只母蛇 经常触摸在厕所旁边 因为我们住的营房 离厕所挺远的 所以红哥呢 他每次晚上想去上厕所 他都叫着我们 叫着我们跟着我这儿 万一 万一 万一碰上那蛇呢 对 我白天不用别 我就晚上上厕所 因为在营区里那厕所 特远 而且特偏 而且他们说 真是会有大象 因为丝毛那个地方 说一个有象 一个有蛇 你说这怎么去厕所 完了那一个戏我们大概拍了三个月吧在那儿 反正他们剧组能多 有的人赔几次就不爱赔了 谁还要赔这事儿 就安在这儿捣昏着 有镜头转一车 后来女的也赔啊 就搭伴呗呀 就搭伴呗呀 搭伴呗你在院里站着 就忍着嘛 晚上一会儿看别人那个灯亮了 你过去是不是上厕所 因为那个太边缘的山区了 不过你知道 作为一个男人啊 有一点这样的胆小 反而会让女人觉得有安全感 真的吗 对 你不这样是妇女之友吗 妇女之友 而且刚才说完海哥了 说海哥那仗义啊 海哥真的很仗义 你看我们剧组有演员过生日 我们吃饭的时候才知道 没法都没有带东西带什么 他就真的把自己带一个 好几万块钱一块的一个蜜辣 当场就给别人了 对 加海真是 加个运气啊 一会儿下次生日我也想 好的 这一说我想起来了 你看 红柏手上带着 这不是送的 这是买的 这哪买的 这是切的 从一个最靠门的人那儿切出来的 那就说吧 直接把这个财迷说一下 不是 这跟财迷什么 他说就是财迷嘛 就是对别人 他说他这是我的 我转让给他的 他们俩我们在拍戏的时候 有两天休息 他们俩去大理 去买这个什么蜜辣和那些东西 也没跟我说 你说这俩人去哪了 过来那回来了 拿了好多照片让我看 我本来从来不喜欢 我都不懂这个 我说真好看 我说能不能给我 小海能不能给我 我都已经给亲戚 给朋友都约好 那你从来再去 你帮我弄 我都没时间了 他说你这样 他说你去 小峰那儿 他说小峰那儿 还没听 他那儿有好多 你去他那儿挑逗 峰哥那天对我异常的热情 你竟然很远就 哎呀峰 过来过来 给我把椅子放 给我放点 我还逗着他 我说李夏宇人必有一球 没 没 我跟你说个事 就指他 指他太太 我跟你嫂子 结婚26周年了 我想送他那点礼物 你说我送他那啥好事 没想到他会管我要东西 那你就银行卡没给嫂子 别提银行卡的事 他不知道 我听小海说 我听小海说 你那儿有好多米辣 让我一见就行 因为这个理由我没法拒绝 26年 说你要进 结果你看 后来我就转上给他 我现在说财迷 我就等他们说完了 因为小峰在为自己辩解 怎么辩解我要说事实 这个当年我们在上海读大学 大家都纷纷出去拍戏挣钱了 大家都突然间相对的 都有钱了 那天呢 我就刚好去银行存钱 我一进银行 我看到一个身影 特别像是小峰 背着 在那 低个头 特别认真在干一件事 我就过去了 我说 哎 推过头 真是小峰 小峰 就是银行啊 就是银行啊 那么多人呢对吗 你干嘛这么紧张呢 脸都红了 我说你干嘛呢 我 我 存钱啊 我说存钱 大大方存吧 啪我把存在拿 我来看 他脸更红了 跟我抢 我说你别抢了 我知道了 这两千块钱 你跑趟银行啊 当时小峰说了另外一句话 就把我给逗乐了 他说我钱包就从来没有超过两百块钱 只要算两千 两千是巨款 巨款 就是有一天突然间很温暖地打了个电话 说海哥 你晚上有安排吗 有饭局吗 什么年代是 就是好多年前了 我都记仇嘛 然后我说 我说你要请我吃饭吗 当时我都觉得 哇塞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我说风哥你要请我吃饭吗 我说我什么事都可以推掉 三千都不挣 对 什么都不要 然后风哥说 你也做没出气的 你没吃过饭吗 风哥不是 没吃过风哥的饭 没吃过饭是不是 没有吃过风哥请的饭 然后风哥说 你晚上别安排事了 晚上确实没 就定了啊 我说定了 他呵呵一乐 说 你就晚上既然没事 七点钟到机场接我一下 太贼了他 你怎么把这么纯洁的 说得这么龌龊 但是我们讲解后来啊 后来他就到我家里头 把我的骨针给抢走 什么故事啊 我跟你说啊 就因为没请我吃饭 他说你又不吃宵夜 请我吃个宵夜吧 我请他吃完饭 把他送回家 行李还得 行李还得 行李给我拿上去 我还得给你行李 老沉了 汤汤拎上去 你看 他这样坐着看 我这屋里 古董怎么样 你知道 一屋的假古董 让我看 你看这假古董 真假古董 200块钱买的花瓶能是真的吗 你还记错了 简陋 是吧 简陋 他当时他自己都谎话了 他自己都说 真是假的吗 他说那你挑一下吧 我说有一个是真的 他有个骨针这么大 我说这骨针是真的 有点残了 那我挑一件真的 挑一件真的 他就后悔了 他说我没有说过 要送你一件呢 我说你刚说完就不承认了 我就不承认了 我们俩开始摔跤 摔了一个小时以后 他满头大汗 摔了一个小时 这地方快定了一个小时 省略两万字 逐渐有很多的撕扯 什么的 然后他无数次 被我扔到床 你看那有个床 在床上 这是全古针吗 然后你知道吗 最后一画面 我中间省略了很多 最后什么呀 我扛起古针 一回头的时候 又把我逗乐了 小峰呢 当时真的没劲了他 他就是一屁股 就坐在那个门上 就这样 哎呀人家那是古董吗 顶着门 顶着门啊 来来来 这样 压压经压压经 然后我就这样 把古针再放上 我把他腿扯着 扯开开个门 把这古针 你还相信 你还相信 他是一脑子的肌肉吗 反正录完这节目 我就翻脸 都说兄弟无手足 与洪剑涛三兄弟一样 开心麻花沈腾 凭借自己的人格魅力 在团队也结交了不少好哥们 沈腾中国内地喜剧演员 2004年一部想吃麻花献给你你 令开心麻花这个团体迅速爆红 数次创造京城话剧舞台票房奇迹 作为开心麻花的元老 沈腾连续四年带领麻花团队 登上充满舞台并深受观众喜爱 2015年他更是突破自己 首次站在明星喜剧真人秀舞台上 并一举夺冠 证明自己也是证明团队的力量 舞台上的沈腾妙语连珠 角色多变 但同为开心麻花团队的好哥们 艾伦 杨云翰 尹亦夫 据说他并不是好见 而是一个谦虚 低调对表演十分专注的沈腾 艾伦 在你的心中 那个沈腾是一个什么 对 我们现在开始爆料了 我觉得腾哥是一个闷骚型的 上来口就这么重 我先把最轻的说了 因为他平常跟朋友之间 可能会让朋友会觉得他不善于言辞 也很害羞 其实是装的对不对 是那个意思 说 但是他跟朋友之间就会 大大咧咧的那种 你喜欢他的闷骚吗 还挺有魅力的 我觉得 沈腾水宅是吗 是 因为他经常创作的时候 就把自己关在家里 然后一创作就整宿整宿 我觉得他是我们这里 最能熬夜的一个人 他会不停地在家 我们所有人都累的都睡了 他还在那 这一次能待一天 就一直在想这个重创作 他就一直宅在家里 现在好了 现在知道出去晒下太阳 因为前段时间体检发现 自己骨质疏松缺钙 因为是这样 就是矿作一般都是晚上有灵感 一般都是熬到早晨太阳刚出来 我们就睡觉 等我们再起床的时候 太阳已经不见了 所以常年这么下来就缺钙 严重缺钙 严害人到你了 我说了 哥 在一块创作作品的时候 腾哥特别给面子 谁说一个包包都笑 笑得比谁都开心 久而久之这个笑吧 他脸上就容易起一些 褶子 褶子 这不是我说的 哥 然后那个 有一次我们排练 我说腾哥 腾哥 你别动 你那有一个蚊子 腾哥 没事 就给夹了 然后我们说他褶子 都还特别不高兴 你不愿意听 我说你胖你乐意 我 我说乐意 乐意 这玩意还挺听传的 但是梁朝伟这个位置 折也很多 梁朝伟五十岁了 是这个脸 但我说他这个折是有魅力的 对 下面轮到义夫了 你来说 你心中的沈腾是什么样一个人 我觉得腾哥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健忘 我记得有一次 那个时候我还在上军艺的舞蹈戏 然后腾哥那时候大学已经毕业了 然后再也拍了几部的话剧 当导演 然后在这个话剧圈里边 已经积攒了一些人气了 北京台就请他去做了一个 一个栏目的 选秀的栏目的评委 有那个海报 我就在学校帮我看见了 看见以后 我说这不腾哥吗 我就给他打一电话 我说哥我想去 那你来吧 我跟你说你 哪天哪天 几点下午两点 你就到那个马连道那边有一个地方 我说行 我合计走走后门了 去了 去了 我一点多就到那了 我就开始准备活动 我看一共三个评委 俩评委都在那儿坐着 腾哥又没在 我就心里边就发毛 我说这走后门 我怕我选不上啊 等到两点半没来 我就打电话没接 我说这是不是在路上了 三点半还没来 等五点半人都没了还没来 就我自己在这儿坐着 我说节目都结束了就 我说哥你在哪呢 什么我在家呢 我说你今天不是选秀 你当评委吗 选什么秀啊 我忘了 又怎么怎么给忘了这事 我就一直在那座里下午 我觉得你啊 真是太老实了 你这个孩子 他根本不是记性不好 躲你呢 你这儿呢 哎呀 对不对 以你的智商早就看出来了 躲你呢 反正他节目又破了个案子 朋友结婚也是说 哎呀你这记性太长了 我跟他解释 因为他前几天给我 他们的话剧票 让我去看 我去了 我见识他了 我就道歉 我说真不好意思 我给忘了 团团 哎呀这都不算啥 我结婚的时候 结完婚了 你给我打电话 哎咱俩之间是不是有点什么事 我就是哎呀 这脑子里面特别特别 装的事太多 所以说别人有什么秘密 都愿意跟我分享 真的 真的 因为不是我嘴有多严 他们老公认为我人品特别好 说守口如瓶 其实真不是 真棒 我想问一下 就是因为你跟那个 沈登多军逸的嘛 他的军逸是不是一个风韵人物 腾哥在军逸 还真是一个风韵人物 腾哥当时在上学的时候 我那时候还小 然后腾哥在上大学 他们是毕业班 我们班小女孩 14岁 15岁 一看见他们班 男孩出来 哇 沈腾 沈腾 就跟那喊 14 15岁懂个什么呀 不懂他 确实 我军逸的时候 有舞蹈戏小孩 小女孩 那么大点 我都不太理解 过来给我送票来了 说军逸的时候 别哪磕着碰着的 特别想通过这个节目 找到这个女孩 好 让门打开 我们来看一下 他封门在里面 我都怀疑他们这四个人 是不是来我这儿推来了 对不对 你说在大学的时候 嘴就很欠 是吗 对 欠到老师都憎恨我 我们最得高望重的一个老师 叫贾全怡 叫我们台词 老师觉得我形象好 也挺聪明的 就是满嘴东北话 老师就说 沈腾你要是能把 东北话给拒绝了 就说能够说好普通话 你以后会有发展 他说你看老师也是东北人 我说是 老师我听出来了 老师 死也没想到 会有一个学生 敢这么跟他说话 对 老师也特别极致的说 是啊 人无完人嘛 在几位演员心中 开心麻花就像一个大家庭 在这里可以不断追随 自己的梦想 兄弟们彼此为伴 互相学习 一起成长 回忆青涩成长路 风光无限 给大家带来快乐的麻花团队 也曾遭遇低谷 陷入困境 你发现到现在 一开始真的不像现在这么火 曾经我记得是你跟我说来说 就两三个观众 最惨的时候 六个 刚开始那两年吧 第一年 第一年在义夫剧场 中系的那个义夫剧场 他那个停车呀 可能也不是很方便 因为当时来看完的人 都觉得会很好 但是这个观众很难上来 最惨的就是那天下着大雪 公司的所有领导 一共也没几个领导 就那么几个人嘛 三五个人站在雪地里 给全场的六位观众退票 我们演出一场的成本 要几万块钱 加上灯光呀 人员呀 场地费呀 包括演员的工钱 所以说这个剧场人 也可怜我们 心挺好的 说要不然你们这场别演了 也不收你们钱了 你们给人把票给退了嘛 就这样 这是最惨的事 到什么时候开始一票难求呢 真正挣钱可能是从第六年开始的 我的妈呀 那你个人什么时候挣着钱的 我个人现在也没挣着呢 但你会对你女朋友有愧疚吗 人家六年过这样的生活 因为我前几年还真是 因为她是拍影视拍得多 她有钱 对 她赚钱 吃软饭了 那也不存在 因为我毕竟还是有演出跟着的 因为我也没什么话交 因为不用什么奢侈品 你也不用住什么豪宅 不用开名车的 就你生活起来是没问题的 你把你的要求变得低一点 对 就够了而且对吧 但是很多女孩就说我挣钱 我可能这个钱就是我自己的 但我找个男朋友 希望她能够对我好 就是我念她的好也是在这儿 就是她第一 对我的要求没有那么高 第二对我的这个世家 也没有那么多压力 比如说我要什么传名牌 我要用名牌 我要吃好喝好住好什么的 对我其实真的没什么要求 你有跟你多长时间了 03年非典到现在 12年了 单伟如果有一天 就是自己觉得我的翅膀硬了 你们会抛开这个团体吗 我来埋花也七八年了吧 就是外面也有好多次机会什么的 但我真的是没选择离开埋花 我离不开他们 就是你再让我结识一帮这样的人 我可能会有戒心 真的是 这种状态我很舒服 对我喜欢你这句话我离不开他 是 离不开沈腾 我下次 你别走 他真的哭了 真的 没事了 还带着戏回来呢 艾伦呢 如果让你对沈腾说一段话 或者对麻花说一段话 你会说什么呢 其实麻花优秀的演员特别多 我有一点为什么想明白 就是 为什么第一年春晚会轮到我 麻花有很多前辈 我说心里话他们演戏非常好 非常非常好 为什么第一年春晚让我去 还是麻花看中我 给我这种机会 所以我打心里特别感谢这几年在麻花培养我 也没那么看中你 我觉得 不是这么回事 这事 艾伦是一个不争不强的人 你表现得好 之后 你来了 你就应该留下 每一个来了之后 能留下来的 都不是应该感谢我 就是应该感谢自己 我们要为这句话鼓掌 真的 要感谢自己 很多人觉得 光鲜亮意的娱乐圈是名利场 没有真正的友情 但通过他们的讲述 我们看到了明星背后的普通生活 卸下明星光环的他们 也需要朋友的鼓励和陪伴 也许家庭背景不同 成长环境也不同 但我们相信 他们之间的友情会历久离间 随着时间的推移 感情越来越深 最后成为 没有血缘的 家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